之前拜登說明如果台灣被中共攻擊 不用說了,用北約第五條來保護台灣 最重要是現在中共口交部說什麼呢? 說明華春瑩說什麼? 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波羅芬國,中國原則 說過成萬次 首先你感覺到這個,說到一件事 這個叫做中共口交部 之前和這個叫做晚頭部有些牙齒印 用這個南華早報用外文寫出去 這些外文寫出來當然是給外國勢力看的 也可以看到現在那個叫做中共口交部說話 是沒有那麼戰狼的 那就是驗證到它裡面 中共內部出了事 出了事還出了事 你先看一件事說回這個叫做北約第五條 有些網友就討論這件事 最重要是看一幅圖 先看一幅圖 藍色那部分就是北約核心成員 綠色那些就是北約或北約家 你看到一件事說 北約第五條說明 如果一個北約成員 我當你台灣真的加入北約或北約家也好 拜登確認了 那第五條是否全部北約成員都會來打呢 首先第五條不是強制性的 有些國家是沒有能力去到那麼遠的 其實現在你看到最重要的是 澳洲也是北約 這個叫做廣東名叫全球合作火門 俗稱叫北約家 你看到美帝那時候打伊拉 澳洲也不是北約的主要成員 他也有派兵幫美帝打 你先留意這件事 首先你講一件事最重要 這個訊號是說給中共聽 那給台灣人民聽 是說給這裏 即現在你看到日本、澳洲、韓國這些北約家成員聽 我美帝肯定撐住他了 那這些成員收到這些消息 他就跟對咯 對嗎? 講回北約 北約大家都知道 其實北約就是蘇聯衍生出來的 衍生出來就是對抗蘇聯 蘇聯瓦解之後 其實現在面對北約 網友是說得對的 北約是面對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與港軍事力量來說 是比中共強勁的 如果核彈來說更加強勁 比中共強勁的 很多百倍多 核彈數目 也都可以跟美帝 以核彈來說 平起平坐 但是綜合國力來說 綜合國力來說 整個綜合國力來說 是沒有得比的 俄羅斯只是跟美帝比 其實現在這個叫北約 擴張 首先講回那時候蘇聯衍生出來 有一個叫華約 華約就是現在的東歐國家 這些華約集團 華約 跟著美帝就整個北約出來 跟華約捏過 你現在見到現在這個北約 一直擴展出去 你叫北約 他拿了很多前華約的成員 不止 還要拿了波羅的海三國 愛沙尼、立陶宛 這些是前蘇聯家民的王國 一直擴展下去 等於你打架 是嗎 我拿了你的兄弟 過了底 你都沒有人跟我打 我曬馬 我都贏你 要什麼打 現在擺明曬馬都贏你 北約現在他那個 其實最大第一個目的 不是軍事一定是打的 是拿了你的兄弟 你看到 烏克蘭 都這樣說 一定要加入北約 各個拉飯應 是加入北約 只要你怎麼搞北約 一直伸展下去 就很靠俄羅斯的助力 俄羅斯越空 這些國家不用說一定 就會靠近 加入北約的 對 你看到這件事 等於現在 你看到 這個北約加的綠色 這些部分 基本上圍著中共 還加上這裏 很不明確的 南海那裏 南海那裏 東盟 你看到 不是東盟 都在南海都有這個利益 東盟在南海有利益 這就是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文萊 菲律賓 那裏 再看一件事 其實現在中共 最重要是說這件事 反外國制裁法 我之前都說了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我是支持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是直入來香港的 現在這樣 我想對大家都很失望 因為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又叫做攬炒法 你看到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之前這個譚耀宗 17號 上去北京 接受這個香港電台訪問 他問 譚耀宗說 他很切實地說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是必定會加入這個基本法附件三的 但是他就說會 就是會修改 變種 接著去到什麼 香港01呢 18號 都有放風出來說 這條法例會 把你基本法附件三 但是會修改 即是修改 即是說會變得好像沒什麼力 最緊要 你看看之前 中共的喉舌都撐 再說回的時序 就是17、18號 19號 好像靜忍了 一點風聲都沒有 然後20號 到去關門 就說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就說暫時沒有表決 你看看一件事 就說拜登 在台灣裡面 這麼清楚 這麼清晰 為什麼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反外國制裁法 就是反制法 這麼模糊 我可以這樣來斷定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不但暫時沒有加入基本法附件三 我都可以推斷 我想中共裡面 都隨時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隨時都變成歷史文件 就像中共這些人大 他立這些法 他沒有想過後果 就等於海警法 海警法 講到明 如果你進來 他中共說到 他的領海裡面 可以開槍 就看這個叫做 釣魚頭或者尖角豬島 那你那些叫做 中共海警船 進去尖角豬島裡面 都被日本的海岸防衛隊 海上自衛隊 海上保安廳 日本的 驅離的 那你有沒有開過槍啊 沒有開槍 是不是 那你再講回西沙 西沙美帝那些 南在西沙那裡 又說進入了 你那個所謂什麼 十二海里什麼 那個範圍 他有沒有開槍啊 又是沒有 又是狗吹 你看回他那些 他那些 就是經常都說 他說就兇狠 做就真的 那你再講回這個 反外國制裁法先啦 那這裏講到明呢 那這裏講到明就說 這個叫做 委員長 暫時就不表決 這個委員長叫 栗戰書 我都幾肯定 這個這樣叫停 這個叫做反外國制裁法 就是說 不進這個香港裡面 就不是栗戰書可以下決定來的 如果栗戰書下決定 就一定輸 這個肯定是習近平下的旨意來的 剛剛你看到北大河嘛 經常都說 這個很虛傳的一個叫做見面 就是他那些中共 自己那些人自己玩的北大河會議 好像是完結了嘛 北大河會議出來 做了這個決定 是不是那些叫做中共元老 是逼習近平 叫他跟這個西方世界改善關係呢 是不是 你也可以這樣揣測的 因為這些事情 中共越來越不說出來 很多這些陰謀論會出現的嘛 首先要說這個叫做反外國制裁法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反外國制裁法呢 首先這個時序先說 就是說這個叫做七鵝上到台之後 上台之後 在2019年就是反送中 反送中運動 他肯定要推這個叫做 就是那個叫做修訂條例 要跟中共呢 就是要 總之那個送中條例 很多人就是反送中的反 就是反送中運動 這個七鵝不聽民意 不聽民意 令到香港嚴重撕裂 嚴重撕裂的那些 2019年的場面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跟著這個中共呢 就是人大了 就硬上弓 弄這條港版國安法出來 是吧 弄這條港版國安法出來呢 你看回港版國安法出來呢 是美帝 美帝時代 你看回這件事情 說回這個 港版國安法和這個反制裁法 港版國安法 中共橫衝直撞他都不理的 港版國安法出之前 是不是這個叫做楊潔篪 在夏威夷 見蓬佩奧啊 見完之後 立刻弄這條港版國安法出來 是不是 橫衝直撞他都完全都不理的 完全都不怕的 是吧 跟著整了出來之後 美帝都警告的了 你整出來 就違反了這個叫中英聯合聲明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你只要你這個港版國安法 在香港抓人 用這個國安法來抓人呢 那美帝一定制裁 那美帝真的制裁了 是吧 蓬佩奧那時候制裁了最多 制裁了 那拜登都繼續去制裁的嘛 拜登 那你看回就是 跟著 因為制裁之下 就是美帝 除了這個叫做 其實這個港版國安法 美帝對這個中共制裁呢 那個幅度大之外 甚至制裁的人越來越高 之前你看看美帝都有制裁的 制裁那些什麼 新疆啊西藏那些 就是芝麻綠豆的東西 喂 越制裁越厲害 那中共忍無可忍了 是吧 即是中共那個戰狼病毒上頭 就真的要做這個反外國制裁法了 就想硬撼這個美帝 那硬撼呢 哪知道你看回一件事情呢 其實我都說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你看回拜登之前 再制裁這個叫做中聯辦 即所謂這些這樣的官員 其實美帝都不知道幾想啊 幾想你將這些反外國制裁法 放進去香港啊 是不是 你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你怎麼可能反制到美國啊 誰人都知道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就是說如果你的金融機構 執行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即是不讓林鄭啊 即是月娥那些呢 即現在你看回林鄭 她說用現金 因為沒有這些銀行聯繫 嘛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就是針對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執行這個美帝的制裁的 那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就是要你二選一 對不對 那你二選一之餘 你看回你中共反制 我當你反制蓬佩奧 反制蓬佩奧 那蓬佩奧在美國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的 是嗎 一樣用銀行貨網 一樣用信用卡 沒有問題的 那你看回現在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這裡說明了 是不是 就是中共搬起石頭 扔自己的真是春袋 真的扔春袋 你現在說明 即是等於他撼不到美帝 就撼到自己的那個 還可以叫做生根蛋的金庫香港 是不是 那你現在看回這件事情 真是 最主要就是很多問題出現 現在你美帝很多牌打 而中共呢 基本上搞到香港現在這樣 香港 即是中共一向都利用香港 來跟美帝 即是說角力的 最主要的事情 美軍戰艦經常來香港 他就不讓你美軍戰艦來香港 對不對 那你再說回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很多事態變化 就加上現在台灣問題 即是拜登非常之硬 台灣問題非常之硬 就是衍生那個叫阿富汗問題 阿富汗問題 其實對中共來說 中共整天 都是用兩個字 就是一個兩個字 叫穩定 其實現在要再加兩個字 叫穩住 怎樣穩住些什麼呢 你看回一件事 就是巴基斯塔 阿富汗裡面 阿富汗變了天 變成天 現在又說明 塔利班站不穩 又說北方聯盟 已經在北面 就已經攻陷了 拿回一些土地 那問題就來了 你現在 看回阿富汗什麼都好 其實塔利班 他的戰鬥力不強 如果你想想這些伊斯蘭 聖戰組織 有沒有什麼都好 最戰鬥力最強的 就叫伊斯蘭國 是嗎 這些叫做伊斯蘭的聖戰組織 或者聖戰時 他有一樣的特點 就是聖戰 聖戰可以不要命 聖戰為什麼不可以不要命 因為你看到這些伊斯蘭世界 多數都很多窮人 窮人有些人騙他們 只要你犧牲自己 就是等於 你就可以上天堂 享榮華富貴 那這些人不是穿了什麼炸彈背心 甚至駕駛炸彈車 這些聖戰組織 很多時候都是不要命的 那你說回這裏 新疆很近 那說回聖戰組織 如果跟解放軍打是沒得打的 解放軍等於這個叫中共 他一向打游擊戰 打到就打 打不到就走 對不對 那這些聖戰組織呢 他打到當然是打 打不到就爆咯 就引爆自己咯 對不對 你再說回就是這個所謂 你不要看小阿富汗西部的變化 隨時這些聖戰部隊真的從西邊一直直插去北京 對不對 好像明朝那樣 李智誠進北京 崇禎的下場就要自殺 對不對 你看到習近平 我們看到的東西習近平見不到嗎 是嗎 根本他現在說到明平時不得止 他自己一力承擔 他自己一力承擔 他都怕自己變成崇禎 那你再看回現在這個東西 為什麼叫穩住 穩住什麼呢 穩住 你看到就是西部 西部 他要靠這個叫做拳頭部隊 或者叫做慢頭部隊 橋頭部隊 就是這些軍方 那早前都說到明 這個叫做解放軍想躺平 因為這個口交部類似 這個也是中共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穩住這個叫做軍心 這個穩不住這個叫做軍心 你看看這些極權 甚至中國自古以來的這些朝代 都是軍心一變的 朝代就玩完了 現在你看看中共是一樣的 一定要穩住這些拳頭部隊 來保護這個政權 所以你看到就是現在 現在最主要的一件事 拜登 美帝來說大把牌來打 那你中共如果不認輸 或者不認命 下場就會很空險的了 剛剛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